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千万别透露信息 这个是诈骗电话 他再给你打电话就不要接了 反电性诈骗 它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我们与骗子比专业 比信心 比速度 也希望就是通过我们的专业 我们的努力 守住百姓的钱袋子 我是邹宏 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反电信诈骗中心的民警 主要职能大概就是疑似电信诈骗预警的拦截和劝阻的工作 是不是接到一个165开头的电话 冒充贷款的是吗 这是诈骗电话 我给你打电话也是提示您 这是诈骗电话 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爱好 提高警惕 爱好嘞好嘞 再见 在6月245号那会儿 这边接到预警信息 首先是咱们的劝阻员 几次拨打电话 对方坚决否认 我又给市主反馈了一个电话 市主非常不配合 而且坚决否认 结果诈骗电话 我们又通过判处所联系到市主的儿子 联系三天 我就是安排我们几个劝阻员 分别给这老爷子打电话 结果都是坚决否认 市主的儿子了解情况之后 说幸亏你们让我回家了 说是最近老爷子正在到处咨询房产抵押的事 如果不是你们及时的这个电话 我们家这房恐怕就直接就抵押了 他们家的房应该价值900多万 对我们简直是万分感激 高发的电信诈骗案件 主要是冒充公检法类 基本上能达到百分之五六十 还有一部分是这个冒充客服退款 退订VIP 还有一种就是冒充老板骗会计交友类的 也是现在高发案件之一 我们之前就有过这么一个案例 市主是在交友网站上认识了他这个所谓的真面天子 对方跟他说 他如果能完成本月的业绩 那么需要他这个女友帮个忙 充当一个他的客户 那么对方要求他的银行卡里 要有一定额度的资金 并且这个额度的资金在不断地增加 他的银行卡里本身应该有90多万的资金 可是当他查完之后 发现他的余额里面仅剩12元钱 那么特别有说服力的呢 就是我举一些这个真实的案例 那么他也会慢慢地相信我 您可以打110或者是拨打手机派出所电话 去核实我这个电话 我的电话88147110 对我们工作压力最大阻碍最大的就是 孩子对方的不信任 首先对我们身份质疑 反复确认你是哪里 可能要盘查我们半天 有的时候我们甚至需要通过派出所的民警 来帮我们证实身份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而且片子的片数在不断地翻新 这也给我们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我工作的微信号就是反诈女神 第一就是方便市主跟我们提供片子给他的聊天记录 或者是下一步自己该如何处置这些银行卡 让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指导他们 包括后期的心理上的一些疏导工作 您好 刚才你发的这些信息我都收到了 那个现在你听我说 你现在太紧张了 你不要紧张 咱们现在首先先把这个要紧的事先给解决了 赶快去银行把这个卡 所有的卡给换一下 我一名名警带十名辅警 从我们中心成立至今 接疫情信息是已经达到了一万七千多 仅今年以来已经达到了一万四千多条 成功止损应该已经过亿了 券组成功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单次券组止损最高金额是九百多万 我们每天说话说的特别多 我们所有人的嗓子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点问题 所以这些含片都是我们必备的 大量的喝水 还有一些卧喉糖 我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京剧表演系 毕业之后参军入伍了 2008年参加公安工作的 接触反诈篇工作应该是在2018年的6月份 到市反诈中心接受专业培训的 喜欢唱歌啊跳舞啊也是一种解压吧 我的戏曲功底都有长筹啊水秀啊 我每次劝组事主的时候呢 可能会运到我以前的专业表演 要讲究真听真看真感觉 那么我可能会比其他人更懂得换位思考 诸位您听过说 如今的评书 人可很好成功见法 抗海人说什么 奉献他别化缘成半案 奉献你千万别当真 我想过用我之前的一些京剧唱段 用老调新词的这种方式 把以前的那个词 改成防范电信诈骗的这样的词 我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工作 最终实现天下无诈